麦克是一个银行劫匪 而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 一出狱他就来到了城华大道 没想到两年前的烂尾楼 如今竟盖成了一座警察局 看到城市有如此的进步 居民的安全感又有前所未有的提升 麦克高兴的在大街上表演了一段舞蹈 原来两年前麦克和同伙盗窃了一颗 夹着连城的钻石 藏在了这座大楼的通风管道里 而麦克没想到的是 坐了两年牢 这里竟然盖成了警察局 麦克决定乔装打扮混入警察局 从通风管道里拿回自己藏匿的钻石 然后成为百万富翁 麦克先从小警察的手里 套到了警察的门禁卡 又在黑沟里买了一套警察的身份证明 然后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进了警察局 警局多次申请增加偏执 但是上级一直不批 好不容易来了个同事 局长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下麦克的身份 直接就分配麦克和小警察 富兰林克一起寻接出外勤 这是一个小案件 工厂的窗户被打破了 丢失了几千元的货物 老板正准备报保险赔偿 但是麦克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 推断出 不会有小偷去偷这么多 而且并不值钱的货物 一定是老板坚守自盗 麦克的父亲转了一圈 轻松地找到了老板藏进的货物 本来小富想把坚守自盗的老板抓起来 但是却被麦克制止了 麦克说 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然后他狠狠地吓唬了老板一顿 老板也立马认错 保证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办完了案件 麦克与小富就开车返回警局 麦克在马路上一路狂飙 把小富吓得不轻 小富说 警长前面的车那么多 你开得太快了 麦克就说 快什么快 再说这陈行道上不是很宽敞的吗 突然一辆小车挡在他们前边 麦克立马拿起对讲机 冲前面喊道 我是一个暴躁的美国警察 而且你的影子是黑色的 如果你再不张开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小车听到后 连忙一个票衣 为警察让出道路 为了赢得警察的信任 短短几天 麦克就办成了 枪击案 文物走私案 和跨境贩毒案 特别是麦克的西海案 十大酷刑 让警局审讯效率 一下提高了一倍 一时间 麦克竟成了警局的红人 一个小偷在警局 办起了讲座 大谈工作心得 局长都被麦克审讯时的 萨爽英姿给征服了 心想 他一定是受过 福伯乐的特种训练 要不是碍于警局规定 他现在特样常委给麦克 凭麦克的工作效率 凭上警局本年度的 劳动模范 指日可待 小偷麦克 无将脏物丢在了警察局 于是他就强装 打扮成警察 到警察局寻找那颗 架着连城的大钻石 但是麦克出门的行为 根本不像一个警察 而且小夫在警察系统里 根本找不到麦克的档案 就来找麦克质问 你到底是谁 麦克见小夫 快发现自己的破阵了 就连忙把小夫叫走一边 哟 小别死 你发现我了 我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警察 其实我是大内密探 00黑 意大利面要办42号毁凝土 灭霸已经拿到了 五颗暴身 红木烟草的陪训团 惨遭暗杀 现在只有我们能拯救 柳丁脚踏车了 小夫听后被震惊的 气魂霸素 Oh my God 我们该怎么办 保警吧 麦克看小夫被自己 唬住了 就对小夫说 从现在开始 你就说背后的男人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保持低调 掩护我的身份 让我们一起抓住 幕后黑手吧 小夫对麦克深信不疑 对麦克说 自己肯定会完成任务的 麦克知道自己的谎言 肯定满不了多长时间 根据管道的走向 他发现 钻石一定在证物室 麦克来到证物室 踩着毒品箱子 把手伸进了脱口管道 终于拿到了 他脱口寻找的钻石 但是他还没高兴两分钟 波波罗突然闯了进来 吓得麦克手一滑 就把钻石掉进了毒品箱子里 局长说 佛波罗正式接管了毒品案件 所以这批毒品 要立马运到佛波罗的仓库 麦克眼看到使的钻石 又要溜走 就对佛波罗的长官说 我有办法抓到毒品的老大 只要用毒品钻诱 然后先这样 再那样 后这样 就能成功抓捕 但是这个行动 需要一个倒霉蛋 打入敌人内部 如果他应用牺牲了 警局会心切缅怀这位英雄 佛波罗听完 觉得麦克说的有道理 但是谁去当这个倒霉蛋呢 局长高兴的说 既然这个行动 需要一个 敢识过人的英雄 那我们警局 还有谁能当死大任呢 迈克只是想找到 掉在毒品箱子里的大钻石 只要找到钻石 谁管你任务不任务 我立马溜之大吉 到了交易地点 小偷麦克并没有打算 按原计划帮警察办事 他找到了丢失的钻石 就准备逃跑 结果两年前的同伙 突然跟踪麦克来找钻石了 特别是同伙崔佛 这位更是重量级 当年盗窃行动失败 就是因为崔佛想毒吞钻石 将同伙从高楼推下 惊动了警察 崔佛这次跟踪麦克 就是为了抢走钻石 不仅如此 崔佛还想杀了麦克 和另外一个同伙灭口 但是还没等他动手 毒贩就把卡车掉到了空中 一路运到了交易地点 既然麦克成功找到了毒贩老窝 警察倾巢而动 开始与毒贩火拼 崔佛趁乱开着车逃出了现场 麦克分身跳进了卡车 警察一路追着两人来到了美墨边境 麦克被崔佛从车上甩了下来 麦克连忙叫警察继续追起崔佛 但是警察说 这里马上就要到美墨边境了 因为司法权的限制 警局不能跨境执法 麦克说 去他的司法权 你们追不了我追 说吧就开着警车追向崔佛 崔佛的车早已破败不堪 麦克很快就追上崔佛 警察只是远远地跟着 麦克使用巧劲 把卡车半倒甩在路旁 两人下车相互拿着枪指着对方 麦克对崔佛说 警察都来了 投降吧 他们以为我是警察 如果你投降 我能趁机把你放走 你把钻石给我 我卖钱还会分你一份 仔细想想 崔佛 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虽然崔佛根本不相信任何人 但是现在他也不可能 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逃跑 只好放下手枪和钻石 把命运交给麦克 麦克拿过钻石 一个飞踹 把崔佛踢在一旁 给他戴上了手铐 看到麦克又一次制服了 穷凶极恶的歹徒 警察们纷纷投来敬佩的目光 崔佛以为麦克骗了自己 掏出腰间的手枪 想从背后偷袭 可是麦克早有意料 转身一枪 了结了这个曾经背叛团伙的崔佛 你已经用完了两次机会了 麦克回到警队身边 局长和晓佛说 他们已经查遍了美国整个警察系统 都没有找到麦克的名字 但是麦克看了一眼 墨西哥国旗 灵机一动说道 我是墨西哥驻美国套派员 你们不敢越境执法 但是我敢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我是墨西哥人吗 别看我晒得黑 我可是有百分之十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四的墨西哥系统啊 我来美国就是为了破获这起跨境贩毒案 跟你们合作非常愉快 接下来我要回墨西哥报道了 后会有期兄弟们 不用送 不用送了 说吧 麦克就跨过了美墨边境 只要甩开了警方 他就能靠钻石变成百万富翁了 但是小富跑过来叫住了他 你的全名叫麦克迪生塔对吗 两年前在城华大道附近因盗窃被抓 就是警局建好之前的地址 我也是刚刚才查到你的案底 毕竟谁会相信一个小偷敢冒充警察呢 局长听后也非常震惊 你真是要立了大功啊小富 小富倾诉的说道 没错 看来我要升职加薪了 不过可惜 我们只能看着他逃之夭夭了 因为他跨越了国境线 我们不能跨境执法 麦克指着国境线惊喜的说 哦 对啊 司法权 你们不能在这里逮捕我 太好了 在麦克到警局的这段时间 他和警察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双方握手告别 小富告诉他 不要再回美国了 不然下一次自己会亲手抓捕他 麦克向局长和小富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然后带着大段时奔向了自由的国度